欢迎来到戏剧圣经365 我是华神宣教中心的主任 秋显正牧师 今天要来读旧约圣经 以赛亚书的39到42章 这段是一个转折 从39到40章 整个体材都不一样 40章大家非常喜欢 因为讲到的 神要安慰他的百姓 而且讲到我们要如鹰展翅上腾 42章是第一首仆人之歌 我们就一起来读39到42章 以赛亚书第39章 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 米罗达巴拉旦 听见西西家病儿痊愈 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 西西家喜欢见使者 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 银子 香料 贵重的膏油 和他武库的一切君器 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 他家中和全国之内 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西家王 问他说 这些人说什么 他们从哪里来见你 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 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 凡我家中所有的 他们都看见了 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你要听万君之耶和华的话 日子必到 凡你家里所有的 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 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 不留下一样 这是耶和华说的 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重子 其中必有被掳去 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 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 因为在我的年日中 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 第四十章 你们的神说 你们要安慰 安慰我的百姓 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 又向他宣告说 他征战的日子也满了 他的罪孽赦免了 他为自己的一切罪 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 有人声喊着说 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 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 一切山瓦都要填满 大小山岗都要削平 高高低低地要改为平坦 齐齐区区地必成为平原 耶和华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 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 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有人声说 你喊叫吧 有一个说 我喊叫什么呢 凡有血气的 浸都如草 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 草必枯干 花必貂残 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旗上 百姓诚然是草 草必枯干 花必貂残 唯有我们神的话 必永远立定 报好信息给西安的啊 你要登高山 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 你要极力阳生 阳生不要惧怕 对犹大的诚意说 看哪你们的神 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 他的榜臂必为他掌权 他的赏赐在他那里 他的报应在他面前 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 用榜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 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 谁曾用手心量出水 用手虎口量苍天 用生斗成大地的尘土 用秤成山岭 用天平平刚陵呢 谁曾测舵耶和华的心 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 他与谁商议 谁教导他 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 又将知识教训他 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 看哪 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 又算如天平上的围臣 他举起中海岛 好像极为之物 立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 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繁迹 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 被他看为不及虚无 乃为虚空 你们究竟将谁比神 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 偶像是匠人铸造 银匠用金包裹 为他铸造银链 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 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 为自己寻找巧匠 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 你们岂不曾知道吗 你们岂不曾听见吗 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 自从立地的根基 你们岂没有明白吗 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 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 他铺张穷仓如帽子 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 他使君王归于虚无 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 他们是刚才栽上 刚才种上 跟也刚才扎在地里 他一吹在旗上 便都枯干 顺风将他们吹去 像碎街一样 那圣者说 你们将谁比我 叫他与我相等呢 你们向上举目 看谁创造这万象 按树木领出 他一一称其名 因他的全能 又因他的大能大力 连一个都不缺 雅各啊 你为何说 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 以色列啊 你为何言 我的冤屈 神并不查问 你岂不曾知道吗 你岂不曾听见吗 永在的神耶和华 创造地级的主 并不疲乏 也不困倦 他的智慧 无法测舵 疲乏的他赐能力 软弱的他家力量 就是少年人 也要疲乏困倦 强壮的 也必全然跌倒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 必从心得力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 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第四十一章 众海岛啊 当在我面前静默 众民当从心得力 都要尽前来 才可以说话 我们可以彼此辩论 谁从东方兴起一人 凭公义 召他来到脚前呢 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 使他管辖君王 把他们如灰尘 交予他的刀 如风吹的碎阶 交予他的功 他追赶他们 走他所谓走的道 坦然前行 谁行作成就这事 从起初宣赵历代呢 就是我 耶和华 我是首先的 也与末后的同在 海岛看见就都害怕 地级也都战精 就进前来 他们个人帮助临舍 个人对弟兄说 壮胆吧 木医生 用锤打光的勉力打针 论汉公说 看得好 又用钉子定纹 免得偶像动摇 为你以色列 我的仆人 雅各 我所拣选的 我朋友 亚伯拉罕的后裔 你是我从地级所领来的 从地脚所召来的 且对你说 你是我的仆人 我拣选你 并不弃绝你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凡向你发怒的 必都爆亏蒙羞 与你相争的 必如无有 并要灭亡 与你争敬的 你要找他们 也找不着 与你征战的 必如无有 成为虚无 因为我耶和华 你的神 必搀扶你的右手 对你说 不要害怕 我必帮助你 你这崇雅各 和你们以色列人 不要害怕 耶和华说 我必帮助你 你的救赎主 就是以色列的圣者 看哪 我已使你 成为有快吃打凉的新器具 你要把山灵打得粉碎 使刚灵如同康比 你要把他博扬 风要吹去 旋风要把他刮散 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 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 困苦穷乏人 寻求水 却没有 他们因口渴 舌头干燥 我耶和华 必应允他们 我以色列的神 必不离弃他们 我要在静光的高处 开江河 在谷中开泉源 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 使干地变为涌泉 我要在旷野 种上香薄树 造甲树 藩石流树 和野橄榄树 我在沙漠 要把松树 山树 并黄阳树 一同栽植 好叫人看见 知道 思想 明白 这是耶和华的手 所做的 是以色列的圣者 所造的 耶和华对假神说 你们要呈上 你们的案件 雅各的君说 你们要声明 你们确实的理由 可以声明 指示我们将来 避遇的事 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 好叫我们思索 得知事的结局 或者把将来的事 指示我们 要说明后来的事 好叫我们知道 你们是神 你们或降福或降祸 使我们旌旗一同观看 看哪 你们属乎虚无 你们的作为 也属乎虚空 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 我从北方兴起一人 他是求告我明的 从日出之地而来 他必临到掌权的 好像临到灰泥 藏铺摇将踹泥一样 谁从起初指明这事 使我们知道呢 谁从先前说明 使我们说他不错呢 谁也没有指明 谁也没有说明 谁也没有听见你们的话 我首先对喜安说 看哪 我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 赐给耶路撒冷 我看的时候并没有人 我问的时候 他们中间也没有谋事 可以回答一句 看哪 他们和他们的工作 都是虚空 却是虚无 他们所住的偶像 都是风 都是虚的 第四十二章 看哪 我的仆人 我所扶持 所拣选 心里所喜悦的 我已将我的灵 赐给他 他必将宫礼 传给外邦 他不喧嚷 不扬声 也不使街上 听见他的声音 压伤的芦苇 他不折断 江残的灯火 他不吹灭 他凭真实 将宫礼传开 他不灰心 也不丧胆 直到他在地上 设立宫礼 台岛都等候 他的训位 创造诸天 铺张穹仓 将地和地所出的 一并铺开 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 又赐灵性 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 耶和华 他如此说 我耶和华 凭公义照你 必搀扶你的手 保守你 使你做众民的中宝 做外邦人的光 开瞎子的眼 领被囚的出牢狱 领坐黑暗的出监牢 我是耶和华 这是我的名 我必不将我的荣耀 归给假神 也不将我的称赞 归给雕刻的偶像 看啊 先前的事已经成就 现在我将心事说明 这事未发已先 我就说给你们听 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 海岛和旗上的居民 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 从地级赞美他 旷野和旗中的城邑 并基达人居住的村庄 都当扬声 希腊的居民 当欢呼 在山顶上呐喊 他们当将荣耀 归给耶和华 在海岛中 传扬他的颂赞 耶和华 必向勇士出去 必向战士激动热心 要喊叫 大声呐喊 要用大力攻击仇敌 我许久闭口不言 静默不语 现在我要喊叫 向产难的妇人 我要急气而喘消 我要使大山小岗 变为荒场 使旗上的花草都枯干 我要使江河变为周岛 使水池都干河 我要以瞎子 行不认识的道 令他们走不知道的路 在他们面前 使黑暗变为光明 使弯曲变为平直 这些事我都要行 并不离弃他们 依靠雕刻的偶像 对铸造的偶像说 你是我们的神 这等人要退后 全然蒙羞 你们这耳聋的 听吧 你们这眼瞎的 看吧 使你们能看见 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 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 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 谁瞎眼像 耶和华的仆人呢 你看见许多事 却不领会 耳朵开通 却不听见 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 喜欢使律法 为大为尊 但这百姓是被抢被夺的 都牢笼在坑中 隐藏在狱里 他们做略物 无人拯救 做掳物 无人说交还 你们中间 谁肯策而听词 谁肯留心而听 一防将来呢 谁将雅各交出 当作掳物 将以色列交给抢夺的呢 岂不是耶和华吗 就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位 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 也不听从他的训讳 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 和征战的勇力 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 在他思维如何着起 他还不知道 烧着他 他也不介意 他也不听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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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Aunque这个人多顺利 他也不听懂我 是什么 他真的要听懂你 反正的这些人 你够想着 他也不听肯定 我 他们对我 都不听懂我 他也不听懂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